画面中可以看到的是 南韩K9自走炮 5号在延平岛的时代演习 当时是为了回应 同一天稍早北韩 朝延平岛和白丁岛附近 发射200多枚炮弹 接着隔天也就是6号的 傍晚台湾时间 大约5点到6点钟 北韩又向延平岛西北部 发射了60多发炮弹 南韩方面当天也已经下令 延平岛跟白丁岛的居民撤离 渡轮也都已经停开 而南韩联合参谋本部 则是再次强烈敦促北韩 立即停止这些威胁动作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也特别提到 北韩连续两天发射的炮弹 都是落在南北韩军事缓冲区里面 而这个缓冲区是双方2018年 为了缓和局势签订的 919军事协议的框架下化射的 但北韩去年11月发射 间谍卫星后 协议就似乎已经是形同虚设 而现在又连续发射炮弹 两韩紧张情势恐怕还会再加剧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